美濃最有名的料理是板條和客家菜 滑溜的板條是來到美濃的遊客必吃的美食 但是在通往美濃的畢竟道路上 有間很特別的餐廳 從一開店就吸引了舊與新知前來嘗鮮 原來這間店民國88年開在藤質風景區 三年前因為莫蘭可颱風造成走山 一夜之間展山上的餐廳瞬間掉到山脚下 配合樂觀的布農族老闆伊布 在妹妹和朋友們的鼓勵下 他重新振作 把來自藤質的有機蔬菜帶到山下 讓更多人嚐到這健康純粹的原住民美食 原本擔心原住民料理會受到客家鄉親的排擠 老闆娘伊布特別取了個像客家人的名字阿湘 但顯然她是多慮了 憑著好省意和真材實料 阿湘的廚房就跟在藤質一樣超級受歡迎 這道喉頭菇湯算是我們的特產 因為我們全台灣省只有藤質有新鮮的喉頭菇 那我們的料理方式就是用排骨 然後裡面還有牛瓣 還有山藥還有一些菇類 那它最主要是現在有檢驗出來說它有三鐵類 那三鐵類它可以抗氧化 然後除了三鐵類之外還有氨基酸多湯體 它是一個很健康的食品 我們是先用馬告醃過的那個豬肉 然後再來烤 也是很多人去點它 我們再用那種就是梅子醋 蘸梅子醋 那梅子醋也是我們家鄉的食材 那這個是我們山上的雞肉 白斬土雞 那我們最主要我們的蘸料也是梅醬 就是我們桃園香的梅子 我們自己熬煮的梅醬 然後雞肉蘸梅醬也很特別很好吃 那再過來這個是梅汁豆腐 這個看起來不怎麼樣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這個上面的醬它很特別 我們是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那個梅筋 它是六分熟的梅子然後拿來熬煮成一個梅筋 然後我再把紫蘇梅的肉剝掉 然後再來熬煮再加梅筋 這個是很養生的東西 所以很多人都把那個梅醬剝開 然後吃豆腐 我都會跟他們講說不可以 你們一定要吃梅醬 豆腐不要吃沒關係 那再過來就這個 這個就是最代表我們原住民的那個食材了 因為小米最主要是我們原住民的主食 它很營養喔 在所有的五穀類裡面 這小米算是鹼性的 高鹼性的 它是非常好的食品 多吃小米對身體很好 它也可以就是很好消化 其實阿湘和他先生早在十幾年前就開始種植有機蔬菜 兩夫婦拼著勤勞的雙手喝藤汁得天獨厚的好山水 種出各式各樣的健康蔬菜 餐廳裡的食材也強調天然 營養和新鮮的產地之送 現在的餐廳雖然也布置得綠意盎然 但是阿湘和他的家人 還是很懷念在山裡的生活 店裡一進門就會看到布農族的問候語 吳妮娜 意思是願你活得很好 永遠平安幸福 第一年的時候我媽是幾乎都待在家裡 就是因為爸爸林工是早上去嘛 大概八點去打掃一些山上的道路 然後下午就四點下班 所以我爸就是早上載我媽媽去上班 然後下班的時候再去送他回來 然後到了家我媽就不出門 因為那時候他心情很低落 所以他大概根本都在家裡吃東西啊 然後就是有時候想到 就是想到以前山上的事他會很難過 但他都盡量不要去想 所以那時候他感覺他還滿憂鬱的 就感覺好像有那種憂鬱的傾向 但是其實我們家人就是我們原住民其實都還滿樂觀 就是其實不管我們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盡量都會朝比較樂觀的方向去向 就像我們開這邊的餐廳一樣 我們那時候是暫時的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我們那個故鄉去打拼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也是想說一個暫時的地方 就是先租啦 所以我們這家店也不是說買下來做 或者是先乘租 然後希望有一天 如果山上有重新做好之後 我們還是會想要回到我們的故鄉 太陽漸漸落下 晚餐時間也到了 阿湘的廚房又要開始忙了 家人之間彼此加油打氣 他們讓更多人知道 隨時災後 原住民們重新站起 堅定出發的毅力 明天針有些故鄉 在家人之間 當地北施後 雖然良全堅定 感谢观看